咁炼 作曲 后тесь 作词 打词 《 webinar》 小脸不是愁愈悲 一杯就酱作醉 而如今我已是三十岁 才刚刚明白生活的滋味 感谢老天让我遇见你 疲惫是给我安慰 跌跌撞撞的青春 在这一刻完美 三十二厘之年我无悔 纵然四年出歌也要坚持到底 三十二厘之年有梦又汗水 当绚烂归于平淡 我依然会用这微笑陪着你 三十二厘之年我无悔 纵然四年出歌也要坚持到底 三十二厘之年有梦又汗水 当绚烂归于平淡 我依然会用这微笑陪着你 三十二厘之年有梦又汗水 当绚烂归于平淡 我依然会用这微笑陪着你 这个周乐天啊还不算差 妈那你现在对我放心了吧 要想让我放心呀还早着呢 那妈妈问你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这个房本的名字写的是谁 妈妈问你呢 我的名字 把房本拿来让妈妈看看 妈这是新房子 房本还没下来呢得等 如意啊 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不能马虎的 这个房本是一定要写你的名字的 好妈我知道了 记住了 你妈呢 如意啊 是谁呀 阿姨 你昨天睡得好吗 我昨天睡得呀好极了 那她出去吃饭吧 今天呀咱们不出去吃饭了 我在家里边给你们坐着吃好吧 妈咱还是出去吃吧 在家做多麻烦呀 哎呦 总是在外面吃没有意思的 听妈妈的 你们去超市啊买些东西回来 我来给你们烧 好不好 别愣着快去吧 别愣着快去吧 袁杰啊 遛狗呢 李姐回来了 回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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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这么多冰激凌干什么呀 我妈爱吃 瞧你妈耗的口 我妈可跟我说了 她对你特别满意 你妈那哪儿对我满意 你妈那是对车对房子满意 先别管这些 我妈对你点头不就行了吗 回去的时候呀 你对我妈再热情点 主动陪她聊聊天 问问 家里的情况好不好 还需要些什么 你也主动点 跟我妈说说结婚的计划呀 我还跟你妈提结婚呢 你妈现在都已经对我这么满意了 万一明天就让咱俩结婚 我怎么办呀 别臭买了你 我是让你憧憬一下 憧憬一下 懂不懂 懂 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我的天哪 你 你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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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是我家呀 你怎么在我家 你是什么 这是你的家 我的门关得好好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在我家里面 你是小偷吧你 你才是小偷呢 赶紧我家 赶紧我出去 赶紧我出去 你跟我出去 赶紧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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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呢 赶小偷 赶小偷啊 ��市抢劫的 来人呢 来人呢 警察同事啊 什么意思啊 要审查我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吗 这是您的身份证 收起来吧 你在这儿签一个字 留个电话 张晓卸 我是信任你 我才把房子钥匙交给你 你不说帮我找客户看房子吗 你可倒好 还招了个人给我进来住了 李 李 李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我 我真是在帮您卖房子 这是我朋友她妈来北京啊 我想着您的房子也要卖 空着 空着 空着我也不能让别人住啊 是 是 是 我就是让她暂时住两天 暂时住两天 不对吧 她怎么说这是她女婿的房子啊 这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清楚了 李姐 你先别急啊 是这样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 我不听 我跟你说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张晓舟 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你的责任 还有那个女的 她也太野蛮了 她竟然想挠我 想打我 我告诉你 她要是把我毁了容了 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过后我们让业主 清理一下家里的财物 要是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会找你 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还真的把我当小偷了呀 这话我们没说过 可我们一定要让业主 再清查一下自家的财物 你们愿意清查什么 就清查什么好了 跟我没有关系啊 这家里的东西 我可要一样一样地看 张晓舟 少一样我都饶不了你 李姐 您放心 一样少不了 爸 您那个房子事就别操心了 我一定给您卖个好价钱 还让你帮我卖 我还敢再找你吗 您注意一下态度好吗 今天没扣你就不错了 扣我呀 笑话 凭什么扣我呀 你们要扣就扣她好了呀 戴手铐了没有 马上把她给扣起来 现在就扣 妈 您别喊 您别喊行吗 您听我说 我们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任何人的 明明同志 要没别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妈 走吧 好了不要管我了 阿姨 我送人去酒店吧 冯红姐我都给你定好了 我要是还敢助你给我安排的酒店呀 那我的脑子真是被门给演了呀 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就被公安给抓起来了 我喊人家是贼 喊了半天 闹了半天我是贼呀 我这贼喊猪贼嘛 妈 阿姨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阿姨 这儿不好打车 您为客气 不是阿姨 阿姨来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 妈 爸 妈什么妈呀 你要不要上车了 别愣着追啊 那醉什么醉啊 你看 小元呀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了啊 麻烦你了 阿姨您别客气 您住的地方我来帮您安排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啊 方便的阿姨 反正您也要住啊 元姐 我都安排好了 你就别管了 你还要安排妈妈呀 你就是安排好了 妈妈也是不会去的 阿姨 您别怪如意 我保证帮您安排好一切 阿姨快 快请进快请进 阿姨 你看看这儿条件怎么样 小元呢 真是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阿姨你太客气了 这是我常年包的房 空着也是空着 那 那就真的谢谢你了 如意 您好好地陪阿姨休息 阿姨 那我就明天再过来看您 我先走了 你走啊 如意 再见啊 阿姨您好好休息 小元慢走啊 你还站着干什么 看我干什么 坐下 那个周乐天就是你找的男朋友啊 你将来就想嫁给那样一个男人 妈 妈什么妈呀 怪不得妈妈每次说来北京看你 你总是给我这儿推三阻四的 你是怕妈妈看出破绽来对不对 我又没有让你来 是你非要来的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只能那么做了 你还跟妈妈顶嘴 你也只能这样做了 你只能跟她一起来骗妈妈了对不对 妈啊 这都是我的主意 你跟乐天没有关系 您千万别怪她 你还想着她 妈 你不知道 乐天对我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我怎么没有看出特别了呀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今天咱们就去周乐天家 我到底要看看他们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我还要看看他爸爸妈妈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父母出去留了 他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了 你还要骗妈妈 那小子龙 不知道你要来 你看着家里乱的 要知道啊 好好收拾收拾 阿姨 你快别忙活了 不用收拾了 挺好的 你看按说呀 我和乐天的爸 应该先去看你 你看你倒先来了 真不好意思 我来得有点突然了 不过我听他们说 你们不在北京的 不是出去旅游了吗 旅游 到哪儿旅游去呀 我退休以后啊 跟几个老公友办了个小水厂 趁着还有力气 能干点都干点 您喝茶 不用客气了 我们也总是说呀 去看看您 好商量商量孩子们的事啊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规矩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应该先去看你 是我们失礼了啊 其实啊 我这次来北京 主要是来玩玩散散心的 我也好长时间 没有来北京了 我看也快晌午了 咱们一块出去吃顿饭吧 对对 不用了 我在这儿坐一坐 马上就回酒店了 今天有点太累了 那哪儿行啊 今天这顿饭呀 说什么也得吃 真的不要了 真的不用了 咱们 喂 哪一位啊 喂你好 您是杨青吗 是我呀 啊 我们是派出所的 您马上过来一趟 你上次的事出了新的情况 夜主想找你核实一下 你有没有看见一副水晶手链啊 我说你们还要核实什么呀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只是在那儿住了一天呢 我没有看到什么手链 我更没有拿什么东西呀 搞搞清楚好了 请你不要激动好吗 我们找你 只是想让你过来核实一下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的 难道你们真的把我当小偷了 我说你什么态度啊 你是不是小偷 我们自有定论 好了好了啊 我告诉你 不要再打电话来骚扰我了 我是不可能到你们那儿去的 你必须得过来 我告诉你杨青 你就是回到原集 你当地的派出所也会找你的 你们什么 你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呀 出什么事了 问他好了 问他好了呀 问他好了呀 妈 妈 你先上去吧 你不要跟着我们了啊 分手 马上跟他分手 妈 妈什么妈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妈 我的感情 您最好别干涉 我跟乐天好着呢 再说 这不过就是一场误会吗 我说你的脑子搞搞清楚好了 误会 这是误会吗 他让妈妈出了这么大的阳下 这是误会 妈 这不都过去了吗 你们就消消气儿吧 不可能的 妈 爸 妈 回来啦 来 坐下 哎 坐下 臭小孩 你怎么打谁啊你啊 我不打你我打谁啊 你小子 妈妈 妈 你竟敢骗你他妈你 你虽你想得出来你 你怎么打孩子呀 他把老子脸都给丢尽了 你躲开 不要再打我我我我都在那儿跳去吧 你跳 你现在给我跳一个我看看 你看你 你看你 你 来吧你 你快跑 你快跑 叶老周 叶老周 你消消气儿 你是不是干什么你干 快进去快进去 快进去 妈妈 好 对你啊 清除了 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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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小姐 小姐 阿姨好 老天啊 哎 我上次碰到你妈了 她说你要结婚了 是吗 哦 是是是 等我那天结婚的时候 我 请你喝喜酒 哎 老天 你为她妈走了吗 走了 哎 啊 没走 哎 咱哪天聊这事呗 阿姨 等我先走了 嗯 阿姨再见 看看看看看看 咱这院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人家都结婚了 最起码人家有对象了 你看看你 真的男朋友都没有了 都丑死了 上次那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了 那又不行了呢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到底有没有标准呢 妈 你就别再催我了好吗 我不催你行吗 你多大了 你都三十了 三十可是个卡啊我跟你说 妈 如果你要再催我呢 我就嫁给周葡天 你敢 你敢嫁给她 我就敢辞给你看 妈 我逗你玩呢 我嫁给谁 我也不能嫁给她呀 去之前嘛 我还抱着一线的希望 我想了 如果他们家的条件好嘛 也就算了 你看看他们家的条件 再看看她爸爸妈妈 我告诉你们 将来以后啊 你们甭想指望着她爸爸妈妈 能够照顾你们呢 思极 明天就辞职 跟妈妈一块回老家去 我干得好好的 我干嘛要辞职啊 干嘛要辞职啊 我可告诉你二如意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 就是找一个像样的男人 你给我嫁出去 另外一条路 就是出国 学习你的服装设计 你姨妈在加拿大 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 问你去不去去不去 你就是不理人家的事 我哪也不想去 我就想留在北京 你留在北京干什么呀 为了那个周乐天啊 值得嘛 啊 还明白着她什么都不是嘛 妈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再说一遍 你自己的事 我问你 你是不是我的女儿啊 是 是就得听妈妈的 好 好 好 小玄啊 来 坐 我就不坐了 阿姨 现在该到吃饭的时间了 咱们一起吃饭去吧 不麻烦了吧 阿姨 你来趟北京 我还没请你吃饭呢 如意 走 咱们一起去 元姐 我就不去了 菜我都订好了 我去 来 乐天这个臭小子 把咱俩的老脸都给丢尽了 你说人家如意她妈会怎么看咱们呢 这亲戚还怎么出啊 我看如意她妈也有问题 一样怪气的 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 人家得理不饶人也没错 谁叫咱们乐天给人家理了 你别光说乐天她不是啊 她闹出这么大一笑话 那咱们就没责任了 咱们有什么责任呢 咱们叫做她骗人了 咱们要是早给她买下一套房 还至于闹出这个笑话来 那病根还不在咱们身上吗 怎么又扯得咱们身上来了 你看人家 那孩子还上大学呢 那家长就把房子给孩子买下了 咱没那本事 咱们都是工人 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供她上完大学就淡尽粮绝了 那工资条你都留着呢吧 你自己算算 从咱们参加工作到现在 就是不吃不喝 能买得起一套商品房吗 这些就不说了 那套经济适应房的事 你可得盯紧了 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了 导致是你赶紧了 不准备便宜 帮忙 所以说现在的房子不紧张 尤其是经济顺庞 所以说碰你这个 这种事儿 你就得抓紧办 要不然你早上没房子 你怎么办 大兄弟 大兄弟 我正找您哪 什么事您说 上回您说的房子那个事 我回家琢磨了一下 还是想从你这儿拿个号 晚了 上走那么跟您说 您都不乐意 现在没房子 帮你干吗 我还按您上回说的那个数给您 您现在按哪个数给我也没用啊 没房子 这期的房子卖光了 光吗 要不这样 等下回 等下回您再找我 下回是什么 下回呀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姚小姐 见到你真是高兴 来之前 我只是看到你的照片 一看到你的照片 我就被你的美貌倾倒了 现在一见面 我又被你的气质折服了 谢谢 我今年已经三十七了 已经很晚了 那之前为什么没有恋爱呢 我就是想先立业后成家 奋斗苦啊 可现在啊 总算是苦尽甘来 我现在呢 已经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管 我准备再奋斗三年 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 我现在在业内还只能算是前列 但是我的目标是第一 这是我的性格啊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 这我看出来了 听您谈话 我就能感觉到您小时候 作文一定特别好 您看出来了 姚小姐 您真是知音 我希望 我们能再见面 相互加深了解 我看 没这个必要了吧 是这样 其实我不想来 是我妈想让我来 咱们都是给别人做儿女的 一直拗着也不合适是吧 那是这样啊 那今天我请客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急事 我得走了 买单 哪儿又不合适了 说出个理由啊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啊 什么地方不合适嘛 这长相 脾气 你灵性 你到底什么地方不合适啊 妈 你这让我怎么说呀 就是没感觉呗 那你对谁有感觉 什么时候有感觉啊 四姐不是妈说 你现在都三十了 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人家别的女孩子三十 人家结婚生孩子了 你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这个不合适是吧 咱明日再找一个 你王阿姨给介绍的 人家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在外企当高管呢 她帮着咱们侦查过了 人家家里条件经济条件都挺好的 妈 我明天真的没时间 人家现在公司那么忙 我总不能为这个耽误工作吧 耽误就耽误呗 男人三十靠的是事业 女人三十要靠什么 要靠老公啊 你呀 你这都是什么歪理啊 什么歪理啊 你别说话 这是读者文摘上说的 人家说男人三十而立 立的是事业 女人三十而立 立的是老公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女人到了三十 立得住立不住 那就要看你找什么样的男人了 好了好了 吃饭了 太像了 妈吃饭 还吃饭呢 那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就说明你没立住你知道吗 你再没有点危机感 你就危险了 知道不知道啊 妈您都说了一万遍了 先吃饭 来了 还吃饭了 你停下来来来 快给你妈承载 来来来来来来 来喽 当局 江 江 上来呗 江 输了吧 老周啊 今天不在状态啊 连出三盘啊 心里有事儿吧 怎么了 胡闹 想啊给乐天买套京闭试用房 这忙活了一个月 还是没买上 那你着生急啊 这回没买着 下回再买的人 你是不用着急啊 你家里是个女儿 又不用给他买房子 我那个祖宗可是个儿子 一天给他买不上房 我这心里就发毛 从小把他拉拾到大 到头来我还欠他一套房 当初啊 我就盼着生个儿子 这儿子大了 还得给他买房子 老姚啊 还是你有女儿好啊 你看你 活得是精精神神 清清爽数 守株待兔 就等着南方 把房子送上门吧 你是不知道 思杰啊 到现在还没对象 思杰跟乐天啊 都是同孙 这男孩三十不结婚化成 这女孩单身 那哪成啊 这他妈急着呢 这不是天天给他找对象 冤家 都是冤家 来来来 慢点啊都 这个直接搬车上去啊 一会儿把那大箱子也搬上来啊 得嘞 你今天怎么没陪你妈呀 有人陪 谁陪着呢 袁杰呀 她天天陪着我妈 带我妈开车出去玩 我拦都拦不住 拦着她干吗呀 你妈来北京 不正好是小宇地培吗 我看她挺合适的 替我谢她啊 我说 你就真不打算见我妈了呀 我打算见呀 可是你妈现在看见我 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万一你妈见了我 心当病 血压膏再翻了呢 再说了 我现在正忙呢 赶时间呢 你看 我这儿马上就要演出了 我自个儿的设计 我必须得上点心呢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起你这件事呢 什么事啊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我要让我妈留下 看你的演出 那好好看看你的作品 有这必要吗 这太有必要了 我就是让她知道 你虽然现在很穷 但你前途很光明 你有才 我得让她知道呀 这可是重新塑造你的好机会 还塑造呢你别吓唬我啊 上次您塑造我 我在里妈那儿都成一片子了 您这回打算怎么塑造我呀 这回可是真的 我这还不是为你着想吗 我可告诉你 你必须重视这次演出 你这回啊 得重新在我妈面前立柱了 在我妈离开北京之前 你必须改变你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妈 哎呀 你不要退妈妈了呀 真是的 妈 你先坐 妈 你就看完乐天的演出再回去吧 就这周末 我还看她的演出啊 你还嫌她演得不够啊 上次她演出就把妈妈给演到派出所去了 这次的演出 还不得把妈妈给演到大牢里去啊 妈 真是的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这次演出是乐天的舞美设计 妈妈不懂什么舞美设计啊 我不去 妈 哎呀 这你可就外行了呀 她那个可是想当当的国家级剧 乐天她可有才华了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可有才华了 我怎么没有看出她有才华 妈 你不是嫌她穷吗 可我告诉你 凭乐天的才华 她将来一定能在这个行业立柱 到时候她一下子就身价倍增了 我告诉你 就乐天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誉了 你也不要在这儿替她忽悠了 妈 我怎么敢忽悠你呢 你还真以为你女儿傻呀 她要是不好 我能看上她吗 妈 我向你保证 你这次去看了乐天的演出 一定会改变对她的看法一定 我不去 妈 你就留下看看吧 她这么重要的时刻 难道你不想见证一下呀 这算是为了我还不行吗 好好好 我去我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让人家给卖了 还替人家数钱的东西 妈 那你留下啦 留下啦 你真是 小娃 去厂长啊 那里面的 老赵 老赵 阿姨呢 阿姨呢 找火了 不是找火了 是你儿子要火了 那天出的大戏啊 就要上演了 在曙光机场 真的 你看 那天啊 你儿子走到好地上去 你赶紧给吃了 你赶紧给吃了 你儿子要演出 我儿子要演出 那天啊 这东西看哪儿啊 那天啊 那天啊 我还没定呢 乐天设计的戏要演出了 水眼的时候 拜托二位 一定捧个场啊 行了 甭操心了 知道你妈要来看演出 我们家许安波呀 都去订花去了 真够意思 将来你们家安波 办画展的时候 我和乐天 也给你们家安波送花 说话算数啊 绝对算数 咱们一定得互相吹跑 对 你们俩聊得真好 真够欢的 当我不存在啊 不过如意 那天我真去不了 对不起啊 我公司有点事 什么公司有点事啊 直接说你去约会不就得了吗 重色轻有 我约什么会呀 我公司真有事 最近我们公司正张罗上市的事呢 我那天必须要陪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瞧瞧 人那边都已经上市了 咱这边还为了一场演出乐的屁点屁点的 对啊 怎么比啊 你们俩说什么呢 行了啊 乐天的事啊 我一定会找机会补上的 改天我请大家吃饭 行吗 这还差不多 好吗 地儿我来选啊 行 你挑 这个如意她妈不是还没走吗 正好管咱们乐天戏 咱们好好陪她看个戏 陪 这乐天是真争气 这演出呢 来得也正是时候 要让如意她妈好好看看 她可不能小瞧了咱们 虽然咱俩都是工人 没什么本事 可咱愣培养出个艺术家来 你看你 你可不能在如意她妈面前撬尾巴啊 撬尾巴 我就撬尾巴了 怎么着吧 我儿子有出息了 你瞧瞧 如意她妈前两天 来咱们家那股子劲 高高在上 牛牛捏捏 她以为她是谁啊 她要是不愿意把闺女 嫁给咱们乐天 那损失的不是咱们 是她 给我的啊 打开看看 会是什么呢 滑锅的设计 南非的钻石 每颗钻石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喜欢吗 谢谢 陈姐 四姐 我明白 我一定会给你一位钻截 我没有想催你 可是我妈成天都安排我去相亲 我又不能不去 挺尴尬的 我都快疯了 这日子快到头了 我呢 已经找律师谈过了 律师跟我说 倪敏靖七年没有一起生活 属于死亡婚姻 但我想通过律师 有点儿太不近人情了 也太伤人了 所以还是 等着她回国以后再说 我理解 我知道 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等过三十人 好 每次你送我回家都只送到这儿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 你万一让我把我妈撞上了 你怕不怕呀 我怕 我才不信呢 那要不你现在跟我回家 见见他们 我当然可以见他们了 但他们是老人 他们的观念呢 跟我们不一样 我即使跟他们解释 恐怕他们也接受不了 这样呢 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你说是不是 我说不是 你这就是诚心的了 跟你开个玩笑嘛 你好好想想 凡是让你不高兴的事 我做过吗 四姐 你真好 我都挤在心里了 到时候我一定加倍回望给你 那我记住了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来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都来了 能不来吗 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哥们得帮你见证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谢幕的时候 我们请了教育界的代表佐灵老师 亲自为你献花 我跟小周负责领党教号 怎么样够规格吧 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啊 那是艺术家 是 是 都幸运了 来了 来了 能来了啊 来 坐坐坐 好好好 这个剧场漫漂亮的啊 好好 乐调他们剧院啊 是国家级大剧院 可棒了 大妹子 血压不高了吧 麻麻糊糊了 这个岁数啊 是病找人的时候了 好 你看上次那事啊 其实呢 我揍这小子 他找揍 好了好了 不要提他了 孩子嘛 你看这两天 我跟乐调他妈 也没敢去打搅你 要不明天 他们一起吃顿饭吧 就是 不要麻烦了 不要麻烦了 我这几天呢 胃口也不好 今天呢 要不是看乐天的戏 我是不会出来的 请你出来看演出 就是想让你散散心 现在啊 培养个孩子 可真是不容易啊 你说咱们这些做父母的 哪一个不盼着孩子 能够成名立业呀 是 是 如意呢 在下面陪他妈呢 下去看看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下去看看如意呢 这可不能下 看不着 回来回来 大元 咱哥他都是学美术的 今天你走在最前面了 我跟你说 今天你好 我们就都好 争气 咱们别跟这儿说话了 一会儿开眼了 下去下去 真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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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赶紧到后台 该准备先误了 不用 一会儿喊我名字 我直接上来就行了 那一会儿上去的时候 帅点啊 我有不帅的时候吗 下面呢 有请我们的主创 有请我们的编剧 于思青先生 有请我们的导演 刘志光先生 好 有请我们的舞台设计 刘瑞国先生 好 有请我们的舞台设计 刘瑞国先生 有请我们的舞台设计 詞曲 李宗盛 雨昂的天空 没有彩虹 淡淡的心情如风 不想你太孤独 只准笑不许哭 拥有爱就幸福 雨昂的天空 依旧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终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试着了解曾经不了解的 我的世界因为要你而美丽 试着谱写一首无字的暖暖的歌 这一生只唱给你 我再提 雨昂的天空 依旧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终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依旧是彩虹 我再提出口 依旧是彩虹 我再提 雨昂的天空 依旧是彩虹 我再提 雨昂的天空 依旧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便白头 携手一起走光